早上看到一位网友私信给我的视频 看完这个视频真的心里太难过了 今天节目新闻也报道了这件事 8月13号 重庆开州区大德江镇江东村 有四个孩子不幸溺亡 更令人悲痛的是 四名溺水的孩子是堂兄弟 他们的父亲是亲哥俩 其中一个孩子是大哥的 另外三个是弟弟的 13号傍晚 江东村有人说附近河沟中有孩子溺水 等到村民自发赶赴现场准备帮忙的时候 四个孩子已经被打捞上岸 但是已经都没有了生命体征 报道并没有透露孩子的年龄 从体型上看 也不过就大的八九岁 小的也就四五岁 最近关于溺水的报道一起接一起 湖南衡阳32岁女教师 湖南连园男童 我报道这些只是希望警醒更多的人 可是当我们还沉浸在上一个意外的悲伤当中 又一个悲伤叠加 当地村民向记者表示 孩子溺水的地方是一潭死水 水并不深 但是中间有个深潭 大概有一个成年人身 孩子们就是在这个深潭里出事的 从照片上看 这还真只是一条小河沟 两头出入口的水流也很小 不像是会淹死人的样子 但恰恰就是这一条成年人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河沟 吞噬了四个孩子 这起悲剧我们该怪谁呢 又能责怪谁呢 总不能责怪那四个孩子吧 责怪他们让我们难受了吗 我相信如果他们还能说话 他们一定会说 阿姨我也不想这样 四个孩子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说什么了 生命只有一次 这么小的孩子真的太让人痛心了 恳请各位家长 让自己的孩子保持至少是一个成年人的视野之内 我们下期再见